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囉 剛剛是針對暗的補光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整張都很暗 整張都很亮的 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在 Photocab我們把它稱作什麼 全域的增檢曝光 全域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試看看喔 您找看看 像這一張也可以啦 或者是像在這一張 好 OK 您看一下 請問 你看很久沒有拿叫編出來了對不對 現在學生都不能打嘛 你看這個 有沒有覺得太 稍微太亮了一點 因為這個在那個屏東海生館前面那個大金魚那裡 中午的時間所以 水面反射會更亮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您可以這樣子喔 你看 在這邊一樣 其實我們待會會做的主要都在這個濾鏡裡面的相片 這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個有沒有一個全域的 全域就代表整張的 增檢曝光 按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會跟我們數位相機上的事實上是一模一樣 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曝光值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注意過數位相機上有這個 有的已經翻成中文了 有的是叫做EV值 有沒有 有的叫EV值 那麼 這個呢 它的調整 在正負 會是正負二之間 有沒有 正負二之間 往正的 會變亮 往復的 會變暗 這樣 您了解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用這種方式有個好處 就是說 會比你開閃光燈 效果來的好 為什麼 因為閃光燈比較不平均 亮的會變很亮 暗的 因為對比更強烈 所以會覺得暗了會變更暗 那你這樣調整是整張 所以你看我把它稍微調下來一點點 有沒有 右邊效果就好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使用前 使用後 暗的部分它就比較清楚了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來調整 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叫做全域的 那麼另外還有一種 這個叫漸層的 什麼叫漸層的 老師有沒有看過那個人家去拍婚紗啊 出外景啊 有沒有 男女主角攝影師 通常還會有一個人 負責拿一個 什麼東西 那個反光板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在棚內你可以打很多的閃燈 可是我在戶外的話 很抱歉 太陽一閃 下來之後 這邊 假設太陽在這邊 這邊就是什麼 就是暗的 那怎麼辦 補光啊 所以呢 你如果萬一出去的時候是這種情形 我們也可以 回來再 修正一下 因為外面 你總是不方便做這些 所以你看看呢 我們這裡呢 我找這一張 小baby的給你看 像這個 我看一下 小baby的 有一張 這一張 有沒有夠小 這個應該是用手機拍的 對不對 小朋友不能開閃光燈嘛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地方是很暗 這邊比較亮 對不對 這邊是比較暗 我們就來試看看這個濾鏡裡面照片的 漸層震點 這就像打光一樣 打光一樣把它按一下 好 按一下之後呢 你現在看到了 我們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箭頭的方向 那預設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我們的光源 然後這裡就是 打過去 上面這個地方完全 不受燈光影響 這裡是完全受燈光影響 這裡 那中間就會有一個漸層的效果 好像燈光漸弱的效果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現在呢 這個就從這邊 補光從這邊過來 對不對 它事實上也是所謂的什麼 EV值 那請問 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有點頭的 老師是看對地方 因為老師看的是這裡 沒有點頭的 我知道 因為你焦點一直在這裡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看左右 左右 比較一下 加加加 是不是也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 自己補光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原來影像處理也可以變得很簡單 好也可以變得很簡單 那我們剛剛看到幾個 你再往下看一下 再來還有叫打光 什麼叫打光 我們剛剛都針對整張的去做調整 對不對 可是呢 老師 請問你有沒有穿金帶銀 比較少 但是你應該知道 金仔要洗嗎 因為 帶酒一段時間之後會養花 對不對 所以下次不用自己 不用拿去洗 自己在照片上洗一洗就好了 好你看像這樣拍起來有沒有不一樣 或者有時候像這種情形 有沒有 玩具玩完 還沒有洗乾淨 還有 老師如果去東南亞玩 墾丁玩 有沒有都回來都這樣 叫你不要戴眼鏡 你又說眼睛張不開 可是戴了回來就 還有一個 蛤蜊 蛤蜊 自己把它變亮一點 可以嗎 怎麼做呢 我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看 我找這一張 找到 這裡 我先找這個 這個把它拿出來 這張很大張的 就是原始的數位照片 那我把它變大 你看老師上面這裡有放大鏡嘛對不對 你可以調整 那那個工具在哪裡 我們剛剛是一直在用這邊 對不對 第一次離開他 因為要找左手邊的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修片工具 修理照片嘛 嘿 打光就在這裡 老師先不要一直看這裡 等一下會講 先看下面這裡 焦點先鋸到下面來 好打光所以你 這個 按一下按打光 你會看到他有一個圓圈圈 那個就是底刷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的大小這裡 上面這裡 把它調整一下 按著你的滑鼠拖曳一下 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打數字也可以 這樣洗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 他站的位置不對啊 或者說 有一種情景是像這樣子 你看我把這個打開 像在學校的 裡面的話 有時候我們拍活動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形 有沒有 在舞台上啊 燈光比較不平均啊 所以你看 標準的 是站這樣子 可是有些人不小心 一半亮一半暗 更慘的是全部都暗 對吧 好那這個怎麼辦呢 我們來試看看喔 一樣 我把它放大一點 雖然 我現在看起來這樣 可是 我們不是歐巴隊的 我只是沒有站好而已 下次你知道曬黑的 要怎麼處理了吧 不用 裹酸換膚喔 自己來就好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再塗一次有沒有效果 好像就沒有效果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您塗過一次 還想要再有更進步的效果 請按這裡 更新底刷 那他就會把他怎麼樣 當作沒做過 所以 這樣他就有亮度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你看右手邊這邊也是一樣 這一位 這樣是不是就好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打光的部分呢 老師可以稍微玩看看 因為這個就針對局部的 針對局部的 我們可以很快的 把一些 比較不OK 亮度比較不夠的 就稍微把它增減起來 那 這個圓圈圈 您可以自行調整一下 它的大小